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夏天穿了大部分的衣服 一年没有买衣服了 80后女孩用零垃圾生活引领环保新风扇 这个里面是两个人一个星期的量 一个普通的塑料水平 它降解可能需要450年的时间 我以前是在外企里面做过销售 然后也做过销售的培训师 那以前的生活状态就跟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上班下班 当然也会因为互联网的发达会产生很多的 像网购啊 叫外卖啊 这种比较现代人比较方便的生活方式吧 从这个家里面用的东西到衣服 鞋子 基本上需要买的东西都是在网上买 不会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外卖也是 2016年9月 汤贝佳无意间看到一个美国女孩 两年里产生的垃圾只有一个小玻璃罐 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生活 在国外他们的垃圾分类啊 回收啊 这些系统 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 那在北京在我住的小区 还没有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 所以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说 这件事离我特别特别遥远 其实最开始也没想着自己要开始做 只不过是第二天 中午也是跟原来一样就交外卖 然后外卖送来的时候 就当下突然觉得说 我要不要来试着记录一下 我一天会产生多少的垃圾 就是我们之间垃圾的这个差距 其实跟垃圾回收 跟分类的系统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 导致的这种不同 或许就是这一次好奇的念头 让汤贝佳意识到 自己对每日产生的一代代垃圾 是那么习以为常 在理所当然的日复一日中 是否能有所改变呢 生活里真的需要那么多方便吗 于是汤贝佳决定 尝试自己的零垃圾生活 因为我们家的垃圾 其实当时看了一下 大部分是跟食物相关的 就包括我们买菜 带回来的这些塑料袋 然后包括我们平常买零食的一些 这些包装 以及这个外卖带来的 外卖的包装等等的 所以大部分的都是吃的 那就发现 当我去改变一下生活习惯 当我不叫外卖了 当我带着自己的布袋子去买菜了 我们家的垃圾一下就变少了 特别特别的明显 你看这个豆腐 这豆腐太香了 这个特别香 你知道吗 我们家狗狗 每次我打开 我们家狗就过来了 它居然喜欢吃豆腐 然后我就掰一点给它吃 它吃的可开心了 这个特别香味 新红柿 好嘞 新红柿比较少的香 是吗 像这种我回去也不削皮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导市集嘛 所以只是不用塑料制品的 自己带着这些包子来的 然后我们做生的优惠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也支持我们 用裤子改的是一个裤腿 就把裤腿下面那半截 就长裤改成短裤 不是多了下面那半截吗 就让裁缝给缝了一下 就成了个带子了 这个带是什么 这个带子也是 那个裁缝特别贴心 这个带子是鞋带 你看 他就给我穿了一条鞋带 因为零垃圾的生活方式 让汤贝佳学习到了很多环保知识 他也自愿成为了 环保生活的推行者 选择吃有机蔬菜和水果 我们不打药 都是农加肥 自然生长的 所以能知道小时候的味道 Alsa就是基本上 跟我们都快生朋友了 她每次都是带着 她自己的那些包装盒 包装袋子 对一些自带包装袋的 顾客我们有一些优惠 减少塑料饰品的利用 这样能对环保做一些贡献 我们也不提供塑料袋 都是我们都给做一些这种袋子 我们也是定制一些这种袋子 先量让顾客自带 汤贝佳除了每天买菜 自带布袋子之外 她还发现 原来会产生一次性包装垃圾的 女性日常护肤品 也可以找到环保的购买方式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罐子 我带给莉莉 然后她回去帮我装好了 再带给我 所以一个罐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那里面就是莉莉做的牙膏 这边这些桶里面是包括洗衣液 洗手液 还有除味的清洁剂 大家可以自己带着瓶子 在现场就可以打了 其实这个市集的理念 跟我们现在倡导的很多方向是一样的 包括可持续 包括本地消费 然后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易 促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在执行零垃圾生活一年多的时间里 唐贝佳每天利用业余时间 推出公众号文章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体验 后来发现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她辞去了工作 创办了灵活实验室 专职推广 零垃圾可持续生活的环保理念 开始写公众号到去年17年的8月份 这段时间我都是兼职在进行推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我的热情非常的高涨 甚至是高过我以往任何一段的工作的经历 我在一件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事情上 找到了非常多的快乐和激情 这个零垃圾的概念 现在还是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概念 那我们也是在想办法说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让大家不要只是把环保停留在 停留在脑海当中 停留在口号上 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落地 经过快两年的零垃圾实践 汤贝加深切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变化 出门自带水杯 卸在了外卖APP 网购变成了只买线下难买或买不到的东西 如此一来减少了许多一次性包装垃圾 你好 我想买一点咖啡豆带走 那里面有这个袋装可以吗 不不不 我不要塑料袋 我有这个布袋子 可以帮装到我自己的袋子里面吗 好的 没问题 好 谢谢 你好 好 谢谢 我太太的以前 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上网 去淘宝 淘宝小农手 以前包括我们 就是小区里面的快递小哥都会知道我们 但自从我们尝试的这种生活之后 他都会说 这个你们家 这个基本上现在很少有快递了 我觉得我能感受他身上的很多的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 我觉得是他会很快乐 去研究很多零垃圾的方法 然后很多零垃圾的小技巧 一些实际 然后同时的话 大家会去做一些跟环境 对环境有益的事情 包括也会去给一些孩子们 做一些垃圾方面的一些教育 我们家垃圾变少了 家居的环境变好了 那自然而然 住在里面的时候 心情也会变好 我会发现说 原来一个人 他在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少 无非就是吃得饱 穿得暖就够了 整个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轻松 那多出来的那些时间就可以拿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汤贝佳除了在网上社群平台上与朋友互动 他还经常组织线下活动 例如观看环保纪录片的 在一部关于讲述塑料危害的纪录片 《塑胶海洋》里 我们可以看到 曾经淡蓝清澈的海水 被塑料泛滥成灾的现实真相 塑料在海洋中不会分解 只会变成更细小的塑料威力 被鱼吃进肚子 塑料的毒素最后不会消失 只是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我用完就扔 特别特别的方便 不管是塑料袋也好 餐盒也好 杯子也好 我都不用洗 我用完直接就丢掉了 那么这些垃圾 特别是塑料的垃圾 它们在自然环境当中 是非常非常难降解的 就拿一个普通的塑料水平 它降解可能需要 450年的时间 那可能等到我们 都不在这个地球上了 这个垃圾都还在 那么现行的垃圾的处理办法 大部分是填埋或者焚烧 那么这两种方式 都会或多或少的 对环境 对整个生态系统 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危害 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到了2050年 海洋当中 垃圾的重量 会超过鱼的重量 那么包括科学家也发现 很多鱼类 它们的体内 是有微塑料的成分在的 那么这些鱼 其实是会通过食物链 把这些微塑料 又带到人的体内 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 也会有直接的影响和伤害 汤贝加觉得 零垃圾生活方式 可以让环保这个大概念 聚化到一个小切口 就是从每个人 自身生活方式开始 同时也可以让环保变得有趣 我每天在家办公的话 基本上要处理的事情 就包括社群的维护 那么同时也会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方说 21天淋垃圾生活养成计划 这个是我们持续在写的一个系列 那我们家的冰箱呢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 一次性的塑料袋的 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用 像这样的布袋子来去装 包括我买菜的时候 我直接拿着布袋子去买 买完了直接放到冰箱里面 那有一些 有一些我会拿这样的布 来包着 这是我上次买的那个馅 那有一些吃完一半的蔬菜或者水果 以前我们会用保鲜膜给它包住 那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叫做风腊膜 它是可以代替一次性保鲜膜的 比方这是我们前两天吃剩的半个茄子 我就这样给它包上 那这块布呢 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的材料很天然 就是布加上风腊 那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每次用完了之后拿清水冲一冲 我这块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密封性还是挺好的 这个呢是我们家的酱油 我们的酱油不是外面买的那种 现成的一瓶一瓶的 这个瓶子是我自己的 带着这个瓶子去一家餐厅去他们的后厨打的酱油 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酱油瓶的使用 而且我这个瓶子可以反复用 这边呢就是我平常洗漱用的一些产品 包括这是一根竹子做的牙刷 然后牙膏呢是这样 我是会自己带着这个罐子去买一个天然的牙膏回来用 之前用完的护肤品的一些罐子 我就留下来了 去找卖家给我打的那个洗面奶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去做的一个漱口水 里面的液体是高度数白酒 然后里面会放像这样八角 茴香 还有薄荷 我们家呢是会分开两个垃圾桶 那红色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干的垃圾 里面基本上都是我们家的狗毛啊 或者一些小的塑料的垃圾会在这边 然后这个白色的桶呢 主要是拿来放一些可以回收的 比方说像纸 或者是这个塑料的一些罐子什么的 当然这个罐子我也不会把它拿到垃圾桶扔掉 这个我们回头会放到市集 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他们循环的去使用 我们家以前可能每天要扔两三袋的垃圾 但现在基本上一个星期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两个星期扔一次干垃圾都OK 一周只产生八件垃圾 它在北京活成零垃圾典范 并不是要追求百分之百的零 那已经带回家的塑料我们尽可能的去重复使用 物尽启用 那么同时呢去减少新的塑料袋的使用和消耗 零垃圾生活充满乐趣又充满挑战 对我的影响还比较大 今天中午我出去打饭是因为自己的饭 好多的姐妹已经做到了一年零购仪 然后就是大家相互的交换 然后抵触一下自己的闲置 以前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件很时尚的事 既环保又美丽 你自己想打开 胡椒有吗 散装的有吗 散装的没有 没有啊 有散装的胡椒吗 穿一些 拿下那个 给穿一个 装个半袋 再来一点吧 会再给你 能够存在吗 再来一点吧 我来吧 我来封口 好 谢谢 其实我并不想把零垃圾生活方式 非要贴上一个环保的标签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一种模式 一种习惯 我觉得零垃圾生活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最最真实 最最基本的自我 汤贝加收集了许多环保纪录片 他发现服装业 是仅次于石化产业的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 在一部有关服装成本的纪录片中 揭露了为了追求低成本 服装生产大量使用化线面料 产生不可降解的塑料威力 会随着废水排到海洋 造成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 近十年 全球服装生产量翻倍上涨 而每件衣服的寿命却在缩短 衣服服装业 它的背后也有很多的环境的影响和污染 那么一步一步慢慢的也在不断的去思考说 那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改变 去改变自己的消费的习惯和模式 来减少垃圾的产生和对环境的影响 我以前很喜欢买衣服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淘宝上 在网上去买衣服 那很多时候因为买的衣服很便宜 自己也不心疼 就觉得反正不能穿了就扔了 汤贝加现在的衣橱 与之前网购期间的衣橱大有不同 在买衣服上变得克制许多 他做了一次尝试 用13件衣服穿了三个月 度过了北京的夏天 我的生活变得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现在对我来讲 挑衣服是一件特别特别容易的事情 因为衣服就那么多 然后你只要是每天大概知道说 今天我想这么大 明天想这么大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过程也是让我意识到说 我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我并不需要几百件衣服 会让我去不断地反思说 我们人的基本的需求到底是哪里 我开不开心 我快不快乐 跟我拥有多少的物质之间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年零购一 不等于不能变得漂亮 唐贝佳每个月都会和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们 组织二手衣物交换的线下活动 让旧物新生重新发光发热 我们是优先让已经报名的朋友来参加这次活动 衣服 下午两点左右 来这里进行二手交换的人越来越多 交换的场地是在北京某商场的地下一层 就是特意来参加这个换屋 其实因为家里经常会有一些闲置的衣物 饰品 然后包包 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之类的 就是扔了会比较可惜 但是自己可能放到衣柜里 好久都不会穿的那种东西 基本没怎么穿过 我喜欢旗袍 而且我都喜欢这种真正的传统的旗袍 我都不需要改良的 包括就是什么后面招拉链啊 那就是假 我觉得挺高兴的 能重新找到一个好的伙伴 最近也在断手 会更有情感一些 因为这个可能是之前的主人 因为某一些原因 然后逃到的一个特别好的 但是可能因为他现在胖了 或者其他一些什么搬家之类的 拿不了了 然后会再换给下一个人 然后就会想要好好对他 这是一件小西服 然后他那个上面的标签 还没有摘掉 这个女孩刚才 我看见她了 然后她很开心 就是然后她拿着手机 让我就是试了一下 给我照了一下 就穿起来比较合适 在运运的话 应该就是很少 上干的时候穿 在当时有空调 就说这样搭一件还蛮好的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 宽宽新鲜的 比较宽松的衣服 而且我本来都好想再买一件 这样我就不会再买 我这次戴的衣服 其实都还蛮新的 比如说这一件是Mango的衣服 我其实就几周前才刚刚买的 那我买的时候试了一次 穿了一次之后 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风格吧 所以就把它拿过来了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 一般就是衣服都特别的多 然后他们还长得比较快 我觉得拿过来 然后交换一下 我觉得会更容易 因为其实很多的新衣服买回来 其实我们还需要 给他不断地去洗 我觉得从小 我们家孩子反而都会有一些 别人比如家里人 亲戚朋友的衣服 然后相互的小孩子 穿剩下的我们来交换 其实交换二手衣服 也不是什么 让人不好意思丢人的事 反而是一点很时尚 很环保 大家在置换的时候 也会降低了自己这种购物 然后大家就变得越来越理性 我需要的 我喜欢的我才买 比如说因为便宜了 实在是手痒 每次活动到了晚上六点多才结束 唐伟佳和一些志愿者 做最后打包整理 她的丈夫也用行动支持她 她只要有时间 她都会来跟我一起参加活动 现在全国13个城市有小分队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切入 影响大家进行切实的改变 对我的生活也改变蛮大的 我们为了减少用纸巾 可能会带手帕 对我一个大老爷们来说 有的时候我也抗拒 但是我觉得后来也还好 而且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 你怎么一个男生你还带个手帕 我说带个手帕 我就不用少用纸巾 我就可以减少这些垃圾 人家会非常的赞赏 唐伟佳每天都会用 二手教换来的磨豆鸡和咖啡壶 自制咖啡 好 坐下 坐下 真棒 跟我握手 好 换一个小时 真棒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去在生活当中进行不断的尝试和实践 看着自己的垃圾变少 看着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简单 那同时呢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 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理念 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认识到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包括我们群里面的群友 包括在公众号后台给我留言的朋友 汤伟佳总会想到各种自制DIY的方式 实现对环境的零污染 他收集天然植物无患子 煮成造业 用于洗涤餐具 就是我们家的厨余 就放一些菜帮菜叶啊 果皮啊什么的 就放到这里 一般先下来一盆吧 那我手里就是我们家今天的厨余垃圾 我会把它放到这个堆肥桶里面 进行艳养发酵 那就首先把这个厨余倒进去 加一些这个活性微生物 那么它们是可以加速这个厨余的分解和发酵的过程 那它是一个半发酵的过程 大概就是整个桶满了之后 在里面发酵大概三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移到土里面 就埋在土下面继续发酵 再过大概一个月就会变成泥土的样子 我们家楼下还没开始做这个垃圾分类的试点 所以呢我会在家把一些可以回收的 比方说像那个纸盒 我就会放在垃圾桶边上 不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因为丢进去的话 很容易沾上一些其他的湿垃圾 那它的回收价值会变低 我们放在边上的话 可能很快那些这个垃圾回收从业者 他们很快就会捡走了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进入到 回收流通的这个渠道里面 康贝加和丈夫陈嘉欣 一起实践零垃圾生活快两年了 他们对物质的渴望逐渐减少 内心越来越富足 零垃圾并不是生活的目标 简单快乐才是生活的目标 我觉得原来的快乐是很短暂的 但是我觉得最过往一年多的生活里面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 我们一起在推广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放弃生意 他全职被环保 这条河二十几年没有水了 地面最烈的就是我的大胳膊不能塞进去 追随环保前辈的角度 他徒步考察辽河水环境 有机会当面见到了梁崇介先生 真的是影响了我后半生的人 不求任何回报 是为了这个环境 咱们所有的人生活的这个家园 去做贡献的人